你好 這是你的海鮮盤 這個帝王蟹 我們會幫你料理 送上是一間帝王蟹 服務人員可不能走 因為還有貼心的座邊服務 幫你煮也幫你撿 讓顧客方便取出蟹肉 而且還能無限享用大塊朵頤 帝王蟹還滿飽滿的 然後其實還滿甜的 高浪食材吸引客人 像這樣海鮮吃到飽 在台北已經成為趨勢 業者主打日本學長蟹 智利帝王蟹吃到飽 一個人頭一千多塊 不算便宜 但訂單還是額滿 所有的海鮮品質穩定了 客人吃了會比較 比較完的話就會再來吃 這邊先幫你上的是 我們產地直送的 當日新鮮的泰國蝦 海鮮吃到飽的店家 還有這間燒烤 不只泰國蝦跟干貝吃東西 不差而還能享用波士頓龍蝦 以及生蠔等特色食材 但高成本該怎麼兼顧營運 還是薄力多小 我們把量做大之後 自然就可以把成本壓低 他一定要有些號召 我想海鮮最能夠號召 不外乎就是龍蝦 雪場蟹 要不然就是北海道干貝 專家表示 以前的海鮮吃到飽 就真的只吃飽 但現在的業者 都主打特色高檔食材享課 像美孚飯店的龍蝦沙拉 軍藥的縣炒海鮮跟生魚片 以及進化飯店的北海道干貝 都讓動輒一兩千的費用 定位還是滿檔 自然能在吃到飽的市場中 殺出一條血路 記者 軍藥思豪 太陽報導